43 歲馬來西亞拿督千金莊斯 敏除了最深演藝工作 亦周不時用投資大人身份分享心得 6月時 Jacqueline 自爆豪花了 400 萬 向歌手 Edgar 未吩咐鄭子邦買入的士牌 還用專家的口吻說的士牌門檻低回報告 不過這幾個月香港的士牌就持續跌 還有業界人士預告價格不樂觀 除了的士牌匯報不似預期 他在2017年用627萬買入的 何文田加多利謙一個中層單位 亦出現蝕釀情況 同類型的單位以590萬成交 那棟物業還被人叫做蝕釀之城 連回的投資失利 令到 Jacqueline 首網民特別關注 說她是新任的燈神界KOL 笑她店蜜蜜蜜 之前投資過的酒吧 點心點等等 都無一行面全線倒閉 但對於家族估計坐擁百億的 Jacqueline 來說 蒸發七位數都不算大件事了 她說價格只是表面的 一日未來場都不算輸 私房疲約是大勢所趨 而不是她個人的問題 至於早派參觀達文西展覽拍片 用剛剛洗世天候李文的名曲 月光愛人做配樂 被網民狂批對Coco不敬 Jacqueline 強調絕對沒有不尊重 是認為Coco和達文西都是偉人 才會用月光愛人做配樂 說每個人懷念的方法都有不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